更容易让大家 明白理解 理解 我那个弱弱地问了一句 这个突然增大的子宫肌瘤 它有什么危害 什么影响 其实肌瘤对病人的影响 不完全取决于这个肌瘤的大小 更重要是肌瘤的部位 患者的年龄等等因素 那么最正好我这有一个 一个解剖图片 这也是个示意图 那么大家看到 这个就是前边的膀胱 这个是直肠 那么这个就是 今天说的这个子宫 子宫 刚才说那个孟阿姨 那个大瘤子长得那么大 应该是在宫体或宫底 长那个大瘤子 那么占据了整个腹腔 孟阿姨可能表现的就是复杂 很下罪啊 甚至说凶闷啊 等等出现这样的问题 但除此之外 大家看子宫的前方就是膀胱 膀胱是什么 我们储尿的器官 前边如果带着压迫的膀胱 使膀胱的膨胱空间受限 会出现什么 尿瓶 后方压迫的直肠会导致 便秘 而肱腔里边 肱腔里边长那个瘤子 它会导致什么 它把子宫内膜面积就成大了 它会导致病人 流血 对 经期的延长 经血量的增加和不规律的流血 如果这个瘤子长在肱腔里边 它是个带地的 那么做一个异物 它会刺激子宫收缩 那么子宫一收缩 把这个肌瘤 从宫颈给它排出来 那这病人会出现什么 排的过程当中 就像一个肌瘤的分娩 患者会出现 剧烈的一个腹痛 脚痛 那个分娩时的是吗 对 它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 把肌瘤给它 子宫的收缩 把肌瘤给它挤出来 这个过程会出现一个剧烈的腹痛 脚痛的过程 这就是肌瘤 对肌瘤患者的 可能的 不同部位的肌瘤 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影响